打一下废材家的翻刀吧 先说一下它的遥控 它的遥控是要按住 按住 然后如果你一直按 它这个电机会一直的转动 这个是它相对于其他法机的一个不同 看这个电机 你一直按 这个电机就会一直转动 这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翻到回位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你按住哐当一下就上来了 但是有个小缺点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刚好卡住这个位置的话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下不去 看到没有 就有锁定 但是一般情况 你只要掌握它这个节奏 就没什么问题 它突出的优点是什么 抗噪 特别耐用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靶心 这个靶心是几层的 N多层 一层两层三层 加上后面的焦点 所以这个靶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耐打最耐打的 你如果能把这个东西打烂掉 估计就已经炼成了 这个是突出的优点 相当耐用 这也是好多工友 好几个工友 包括自身的练靶的 推荐工作狂 这个最耐用的目前就是废柴 这个反倒靶 这个靶心是最耐用的 还有它的优点是 这个挡布 双层的不用说了 但是它这个里层挡布 它有一个定位的夹子 就是说它这个挡布不会打着打着 挡布会脱落 它不会 这个做工非常好 这个设计不错 但是它底下应该再加一层 再加一根皮筋 给它拉住 这样的话 你看它就不会往后 现在有这个小问题 总的来说 我打了大概有一千来发 一千来发 这个靶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这个遥控也是非常的快 你要说它还有什么缺点 可能就是这个靶机比较大 尺寸相对大一些 然后重量比一般的要结实 要重大概有8公斤左右 这个是比市面上其他的靶机 可能要更结实的一个方面 看一下它的遥控 遥控是你看的 就这个遥控还是非常及时 总的来说 这个机器 如果你是平常一天到晚 在家练靶的 这个倒挺好用 因为它耐操 特别耐操 特别耐操 几乎是打不烂 打不坏 我是一个下午连续打 连续打了一千 一千八不止了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还有一个小人性化的什么 给你配个小磁铁 你可以调节它的站立 因为有的把吉他可能吸得不住 吸不住 那就给它加一个小磁铁 在这里 这个是自带的 你可以调节 有的要加 有的不一定要加 这个自己看 总的来说 推荐指数4.5颗星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